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感谢Maryland Life Casino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支持 今天是2017年2月11日,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下午三时不到,来自三十多个同乡会团体的义工们就已经布置好了庙会大厅 琳琅满目的同乡会汇标挂满四周,各地特色小吃摆满了各家的摊位 中国南方、北方、西北、东北的美食特色浓缩在这个热闹而喜庆的空间里 真正体现了华盛顿地区同乡会联合会与举办庙会活动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贤参赞兼总领事唐力 马里兰州众议员林丽图 马里兰州参议员李凤谦 马里兰州州长亚太艺术委员会行政主任王佩莲 以及来自蒙郡议会社区教委的官员等来到了现场 我希望以后这个庙会越办越好 找的地方越来越大 来的这个人越来越多 其实大华府地区的侨胞还远远不止这点人 只是说因为场地 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场地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强烈呼吁同乡会今后找更好的更大的地方 让更多的侨胞热热闹闹过个元宵节 也给春节活动收个尾 熟悉的家乡味道和没有吃过的各色小吃 一起散发出诱人的气息 比较清明的价格让人爱不释手 从三点到七点元宵晚会开始前的四个多小时里 有三千多人相聚在这里 今天是我们第七年办华府的元宵面会 整个大华府地区有二十万华人 所以说在过年的时候 那么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够吃到家乡的美食 那么这是我们很多华裔的 至少是在过年时间有那么时间能够实现的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每年每度的元宵节 这么这么火爆 每年不管卖什么样的东西都是一井岸空 每年度人机非常旺 多的时候我们有一年可以达到五六千人 今年可能也都要两三千人 对 每年如此 所以我们同乡会联合也非常高兴 有这个平台为老乡服务 今年是第五届举办元宵节庙会活动 场地比去年更大 更多地满足了乡亲们的需求 参展的同乡会 其呈现的食品数量质量也有所提升 许多外国朋友也来感受中国春节 闹元宵的热闹气氛 中国传统文化以美食文化的特有方式 在海外不断得以传播 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就是在这里有很多以前在中国 可以经常吃到的这个小吃和美食 然后到美国来了很多都很少能吃到 然后这样一个活动 就是给人感觉有一个浓浓的家乡味道 然后就是觉得这样的活动还是多多举办 吃了很多豆腐囊 然后吃了凉粉 吃了 对 还吃喝了老北京酸奶 然后今天那个气氛非常好 因为非常热闹 然后吃的东西也非常正宗 紧接着七点整开始 一场热热闹闹的元宵晚会在喜庆欢腾的舞台上拉开了帷幕 晚会在明月合奏风收锣鼓中开场 既有在歌在舞表演的中国传统习俗吃汤圆卖汤圆 又有孩子们应景的窗花雪花等多个舞蹈 营造了欢庆热烈的气氛 还有盛大的传统舞蹈 谁不说俺家乡好 风俗雨翼 凤阳燕舞 阿里郎等 与时尚拉丁肚皮舞 歌剧歌舞选段芝加哥 团体国标舞永恒的春天等 点燃了元宵佳节的热闹之夜 同时来自俄罗斯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和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的女高音歌唱家 独唱了经典曲目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祝福人间》等歌曲 另外还有京剧与流行歌曲相融合的演唱 名家大提琴钢琴契乐演奏 中国功夫合唱等表演 将大华府华裔新春佳节的喜庆 定格在了元宵节这个美丽的夜晚 我希望今天来我们元宵晚会的观众们 能够同意说你们今天是看得舒服听得悦耳 节目不在于长 就是大家在一起欢欢喜喜过个年 同乡会联合会精心呈现给乡亲们的美食盛宴 与文艺盛会共襄盛举的热闹壮观场面 已成为今年一系列新春庆祝活动 完美的收官之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